切換到文字工坊的位置 選擇翻面的樣式 推到文字軌中 在這個文字方塊上頭快快按兩下進入 把文字的內容修改為威力美人教室 調整一下他的一個位置 確定 進來之後呢文字不需要這麼的長喔 我們大概跟我的內容差不多即可 好當我們完成之後呢 同學會看到會有這樣的一個威力美人教室的一個標題出現 再來新增單元文字 在文字工坊裡頭呢 找到一個重疊向下的文字樣式 拖曳到新的文字擺放的位置 那你可以放在視訊軌 好然後呢在上面快快兩下進入 我們要輸入的是教學單元的一些內容 格式設定完成之後呢只要按一下確定 文字的部分就完成 文字工坦白 旁邊 我們要再按一下 文字工坦白